大家好,我是狗哥 今天我要去广州火车站 喜欢我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这个频道 同时打开小灵灯 如果我新出的影片的话 第一时间去通知到你 那也不会错过我真彩的影片 我现在是先抢二号,先到火车站 这次看到地铁里面 其实影响比较多 不知道到火车站上面影多不多呢? 那现在我就是到了广州火车站了 我们到火车站上面去看看 上面有什么情况 现在我马上就可以出去了 感觉现在的广州火车站这边 没有之前两次来的这么多人了 我们在B7号出去了 我现在就全面这个电梯 想可以到达火车站的广场上面 现在的广州火车站 就没有前几年的广州火车站公用人了 前面是广州火车站的方向 我们测在这个门口 就可以直接到达火车站广场那边了 我们先去看看 我们在外面先看一下 火车站的四周围的环境情况 这几年来广州火车站的变化 其实都是比较大的 自从广州南站高铁站通了之后 火车站这边的人流 可以说一六千间 五一家旗就这么愉快地结束了 刚刚有个火车站这边 都开始是络络络络络 有些人回城的了 有些回家 有些是回了另一个城市的 有大部分人都是大包小包的 亦都有可能一部分人回家了 我以前刚出来工作的时候 亦都是曾经在这个 广州火车站正行过综络络的 可能有很多人看到这个劲头 都是会勾起以前的一些回忆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部分的人到广州这边 正行了打过工的嘛 打过工以后 无理会到深圳、东莞或者广州 这样他都是有可能到了这个 广州火车站正行过综络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时还是没有高铁的 而且这个广州火车站 就是当时的最大的交通 现在火车站这边 大部分都是一些年年比较大的 现在年轻一点 都是去了高铁那边的了 年纪大的一些农盟工 为了省点钱 大部分都是选择了车火车的 看看这里的农盟工 个个都是拖着大胞小胞的 你看看 幽默都是为了珊瑚去找工作 找钱的 幽默就是背着大胞小胞 走来港回家的 反正就是好像这个人子的 奔波的人 都是为了 都是比较艰辛的 可以让人看到 比较生酸生痛的 场景的 其实这边大部分都是 普通的列车比较拖的 好像这些绿皮火车 都是比较更典的 它最终于是价格优维 好像这个动车高铁 都是在南站那边比较多的 但是我们就走一圈了 其实看到了 大部分的农民工 有些东西都是直接躺在地上睡觉的 在广州火车站这边 这种情况就是正常比较多的 每天都有发生的 其实来到火车站这边 亦都可以真实地看到 低层人民的生活不易的 说真的 其实每个人的生活 真是不容易的 除了资本家 他们个人都是个个很艰辛的 很不容易的 其实只可以说 每个人要努力去奋斗 不像艰辛的 这样的 生活才有改善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越往前面走 这边的人比较少 好像前面有几个日口站 现在都是暂时不开 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的人 都已经去了南站那边 其实我都在南站那边 拍过几期的影片 每次南站那边 真人比火车站这边多多多多多幾倍 那么多 前面就是一个測厚 那我们就从这个測厚 去看看历外面的幻感 现在就測了来之后 这个通道这边 比较多用在这边休息 他们拖着行李 其实我有一个想不明白的问题就是 那他们是来火车站 肯定是取火车 为什么他们 不入那个喉车站休息先呢 为什么要在这条街外面呢 现在天气这么热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会选择先入后车厅 在这个通道这边 都有个侧庭的公安车 这个路口这两个阿姨就是专门做这些住宿的 如果你是鞭策社会的大城市不好了解的话 那你第一要考虑住宿的话 说这些比较更年的阿姨啊 他就会给你个卡片 问问你要不要住宿的 那里现在还有这些所谓的招待所 就是以前零几年那时候 一几年那时候 这些招待所现在都是有的 不过建议大家不要去跟住这些招待所 不太安全的 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 正兴中华广州火车站这几个大帝有审慕的字了 在火车站这边啊 大家要注意几个问题啊 就好像前面这些买充电宝的 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买啊 还有这些盒饭的 都是大家不要买啊 要去正规的餐厅店吃个饭 还有买个充电宝啊 虽然说这些充电宝是30到35元一个 其实它都是一次性的 听说里面是一块石头或者这些沙子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买到 广州火车站 这个上面有八个大字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统一祖国 正兴中华 这几个字呢 就是在1986年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 广州火车站以前的标语就已经被换了下来 现在就换成了统一祖国正兴中华这八个字的 大字标语直至到今日的 这八个字标语一直保留到现在的 这个呢 都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 也都是非常振奋人生的 相信以后呢 也都会一直保存下来的 广州作为我国的四大一线城之一 跟着非常发达的 本人都是吸引了无数有志青年前来 去成为这个错业机会的 在火车站的对面就是广州省站了 有没有朋友还记得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的上面啊 是一个重康小棉啊 下面就是一个地铁站 一个C叉口里的 在上面 路上的一份地铁 我们家的餐饮店都已经拆了 那一排都已经拆了 因为火车站这边的流量 可以说越来越少嘛 人流少了之后 这些餐饮根又不下去 现在都是拆了的了 不如前面呢 我现在往前面有个 德克士啊 还有一个超士这边啊 现在比较 相对于来说好的这几间就是 真正仁仁仁仁仁的 月网里面有几间啊 其实都已经拆了的了 这间超士啦 还有兰州牛肉面啊 真正仁仁仁仁仁的 水果特产业楼 还有竹肉啊 临时休息 请上业楼 这边可以说是人流 一次比一次少我过来这边 里面还有一个是公用的厕所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里面的公用厕所 我记得多年我去过一次 还要收一次凉蚊鸡啊 就是你上一次厕所凉蚊鸡啊 这个是夏圆小食 旁边就是一个停车的 这些人流在火车站这个位置 没有想到你的客流量 真的相对之少啊 那现在你买餐店 就跟人不下去咯 你共享的充电宝比较多的 就是我们在内地的话 每一个银银店铺面 都是有这些共享充电宝的 不像香港 香港真的找充电宝 真的找不到的 你看 黄色的就是美团的 还有你街电的 在那个每一个银店门口 都有很多的 12345个啊 一个都是 四五十个左右啊 这个就是那个汉堡啦 其实这个不是很有名的 这些家民汉堡啊 是比较普通的 这个名字我都没有听过 他说叫什么 德克什炸鸡啊 我说你知道这个是要 一个套餐四五十元以上啊 就是普通的炸鸡翅啊 啊 就买一杯可乐 都要差不多十元的 就是价格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真是贵咯 因为它不是一个大品牌嘛 又不是迷多罗嘛 是不是 我今天就点了一个凉皮 是十六元鸡 已经是最便宜的了